桃園市今天也公布了疫調足跡 其中案14590被稱為中立旅宿王 這怎麼說呢 因為他是中立超級傳播者的接觸者 6天之內就走遍了中立桃園的7家旅店 桃園市市長曾文燦說 他的職業比較複雜 來聽他的說法 當然這個案子是在一個群區的感染裡面 包括清流被感染 14590是其中的一位 他因為職業比較特別 交往比較複雜 所以他一開始就承認說 他都住在各個汽車旅館 我們也從這裡去追蹤他的足跡 也公告了這個足跡 主要是要避免風險 但是他是一個大的群區感染裡面的個案 所以我們在追蹤的時候 花了很多精神 把群區感染的輪廓追蹤出來 來確保這個群區感染不至於再托達 好 案14590這名30多歲的男子 19號去過這個奇異果共享旅店 20號到了桃園IF音樂商務旅館 20號到21號是去奇美國際時尚旅館等等 短短6天就駐遍了7家旅店 還不乏一天跑中立桃園 那麼根據他自己的陳述 從4月底到5月初 有跟中立的超級傳播者見面 市府也表示雖然他對行蹤招待不侵 但是一開始就承認 住在各家汽車旅館 不構成隱匿 不會開罰